感性看球理性聊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看球我是阿三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呢那么最近男男呢去备在奥运落选赛的一些进展情况 众所周知其实奥运会落选赛呢也是即将开始了那么7月1号到7月2号呢 对中国男男来说即将迎来飞两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进敌 一个是西大男男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男男 那其中第一场呢就是对战加拿大男男 那么此前呢cctv5呢是准备要进行直播 结果因为其他赛事的一个调整呢 那么最终也是取消了比赛的一个直播 所以想要收看了比赛一个球迷呢 估计啊也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去实现了 那其实对于加拿大来说呢 其实这次他们的球队呢堪称是豪华的阵容 这样的一个加拿大男男呢完全就是直奔奥运会门票去了 所以其实对于中国男男来说呢也必须得硬钢加拿大呢 才有可能有取胜的一个转机 目前呢中国男男主教练啊 杜丰是带领球队已经是提前抵达加拿大 那么准备好参赛接下来的一个比赛 由于中国男男在此前是刚刚参加完亚洲杯预选赛 那么球队呢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一个休整 所以其实杜丰这一次呢也是带了14个球员前来 这个奥运会落选赛一个举办地点 加拿大 不过从12个人大名单上来看 那么著名郑和赵延昊的两个年轻球员呢 是无缘参加奥运会落选赛 那么接下来他们只能成为中国男男的一个加油队了 从中国男男的一个阵容来看呢 那么易建林郭爱伦王哲林三大主力球员呢 都因为受伤确证 这其实也是让中国男男的整体实力下降了三成 那么球队呢只有周祈 赵 纪委 任俊飞是参加过 2019年男男的世界杯 那么像胡明轩啊 徐杰 张正林 王少杰等的一些人呢 都是中国男男国家队的一个菜鸟教育啊 球员 不管是技术水平 其实还是经验方面呢 都存在着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那么看得出来 其实这一次呢 杜丰是有意去培养这个年轻球员 毕竟呢 在奥运会落选赛这样的一个强强对话当中呢 中国队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 所以其实更多的目标呢 还是培养这个新人 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去做准备 那么从中国男男的一个后卫线来看呢 徐杰 胡明轩 赵基伟和吴前思四个人呢 赵基伟的能力比较全面 那么既能够组织能也能防守 也有一定的一个得分能力 而吴前的话 其实更多还有仰仗呢 他的一个投篮手感 那么他的三分球呢 也将会是这一次 中国男男能否赢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 所以如此一来 其实赵基伟和吴前呢 也成为了杜丰啊 这一次的两大王牌 如果说这一次啊 杜丰能够把他们的一个状态能够调整好 能够利用他们 能够把整场比赛串联起来的话 那么中国队说不定能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胜利 那么他们两个人也成为这一次比赛的一个骑兵 所以接下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 最后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男男真的能够取胜 加油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